陕西有美术学院私生到关中农村创作壁画 不单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 也塑造了打卡地 吸引游客到访 振兴向传竞赐 金黄的稻田进头 是色彩纷纷的艺术围场 适逢陕西关中王霸会 即是当地部分农村下修秋收之后的亲友聚会 西安美术学院二百多个师生 响应关中王霸艺术节到农村创作 也是让学生在一线感受到 就是艺术是应该如何生成的 我们老天天讲 应该到基层去 然后到老百姓中间去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就是把同学们带到老百姓中间 学生结合当地农文化的传统 以纯朴的画风 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技法 完成一幅幅创意作品 同时也都令农村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乡村经济得到发展 之前在这个村子很乱 环境很差 中国最近在这些年底盖招 假设现在没远去用来 给这墙上转发 在现在应用成了一个 可以是成为一个旺红大咖村 有好多西岸的市民 周六周天都开舍过来 在这村船 照香 在这里农家乐 农物 小飞 其中在这里农村经济 挺好的 关中亡霸艺术节已经搞到第三届 不单有绘画 摄影等艺术创作 还经常吸引高校师生 将田野墨地化为表演场地 上演戏剧 歌剧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容家耀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